季星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才有时间叫外卖随便点了餐 同事们聚在一起吃饭 饭后还得继续加班 闲聊中 王博士问 你们周末准备干什么 临阵道 睡觉啊 累死了 睡个两天两夜 季星你呢 人家是有男朋友的人 当然和男朋友一起 不像我们一群单身狗 同事A说 季星男朋友可帅了 还特有才 真的 一直不知道你男朋友长什么样呢 黄薇薇说 有照片吗 我看看 季星从手机里翻了张照片给他看 天哪 真的很帅嘞 你们怎么认识的 大学同学 校园恋情啊 羡慕 我大学很差 也没有好男生 黄薇薇遗憾地感叹 林震笑 主要是你也没季星漂亮 人间不拆 黄薇薇嚷 众人笑成一团 同事必忽问 哎 你们说明年会涨工资吗 季星喝了口汤 说 公司政策是按吞胀涨5%吧 但你们知道吗 同事神秘的压低声音 我那天去HR办公室 无意间看到明年的英介生招聘条款 英介生工资和我们这帮工作一两年的老员工差不离 你们也知道吗 我们这行发展快 英介生起心意年年的涨 大家都沉默了 各自吃饭 工作三四年了的同事C不满道 老员工的涨幅没见有那么大 季星说 企业都是这样 宁愿高假招聘年轻新人或跳槽的 也不会给现有员工加薪 除非是升职 很正常 大伙儿叹了口气 黄威威道 加薪什么的我不想了 现在就指望快点而发年终奖 众人又没接话 公司各部门年终奖的分发方式不同 销售部根据提成 他们产品研发部则参考项目 入职时跟HR谈的合同条款 上级建议等多种因素 每人都不同 且保密 所以大家从不交流年终奖多少的问题 但黄威威一时嘴快 说四月工资 够我回家好好过年了 啊 快点过年放假吧 大家都没吭声 季星心里一个咯噔 四月工资 她的年终奖也是四个月工资 她以为 不论工作能力和各方面表现 她的回报至少会比同事们高 哪怕是已入职时的条件来看 她的学历背景也摆在那儿 怎么竟和黄威威同等待遇了 季星低头吃着外卖 忽然觉得今天菜里的水煮鱼格外星 她吃不下去了 或许黄威威的月薪比她低吧 她强迫自己不再纠结这事 好好工作才是正道 毕竟 第二小白一期的项目完成后 不仅有丰厚的项目奖金 也是她履历上光辉灿烂的一笔 她用一顿饭的时间调整好心态 饭后继续加班到深夜 可由于白天耽误太多时间 零点前是无论如何都完不成了 季星想加班到凌晨 熬一熬 把事情做完 留一个完整的周末 但有几个同事不愿熬夜 想星期六来加班 王博士说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接着来 同事A道 我们都是单身狗 周末加班无所谓了 但季星 周六是不是有安排 一群人困倦地看着季星 黄威威哀求 明天吧 我已经没有半点力气 脑子都抹了 几个同事已经直接关电脑 季星只能笑笑 行吧 明天再来 工作真是快磨刀石 一天天地 把他直来直往地硬脾气生生磨了多少 众人迅速鸟受散 季星摊坐进椅子里 一瞬间也失了所有力气 这才发现他也很累了 他坐在原地发了惠而呆 直到某个同事唤了声 拜拜 他回过神 办公区已是空空如也 灯光璀璨如晝 照得偌大的空间一片虚白 一整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 是CBT无数亮着灯的高楼大厦 写字楼里一盏盏灯光像星星般闪耀 夜景美如星空 仿佛触手可及 却又远隔千里 玻璃这头 异常安静 有种诡异的落寞在流淌 季星疲惫地收拾东西起身 看见楼下三环路上车流如枝 红色白色的车灯向流动的银河 安静无声 隔绝着 远离着 他下了楼 出门一瞬 冬夜的冷风吹得他直打寒颤 一进地铁站 广播轻声播报 开往八沟方向的末班地铁 将于三分钟后到达本站 请乘客 他匆匆跑下站台 地下空气凉 含义从脚底弥漫上来 赶末班地铁的人不多 站台上乘客 导渺导渺无几 一个衣着光鲜的女孩蹲在一旁 埋头打电话 轻声抽气 可我就是觉得很苦啊 季星盯着他看 警惕他可能出现的反常举动 但地铁进站后 那女生迅速擦擦眼睛站起身 神色如常地走去门前等待 季星为了给陌生女孩留点空间 没跟他进同一列车厢 其他几个夜间乘客也做了相同的举动 深夜的地铁空空荡荡 季星坐在座位上 和寥寥几个乘客一起随着摇晃的车厢 在这座城市的地下穿梭着 车内暖气很足 却也偶有隧道里的冷风涌过 季星面无表情看着对面的车窗玻璃 黑色的玻璃窗映出他的脸庞 年轻女孩的神情呆滞而麻木 早上化的淡妆此刻应该不在了 只剩苍白的脸颊 无神的双眼和眼睛下的黑眼圈 一张脸又干又哭 毫无生机 他盯着那张陌生而熟悉的脸 看着 看着 突然之间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泪和愤怒 泪到毫无缘由的突然想哭 他咬紧牙关忍着 鼻子却越来越酸 分明这一天没受委屈 也没发生什么让人承受不了的大事 可他就是觉得他快要崩溃了 好嘞 明明没做什么事 怎么会那么累 突然 隔壁车厢传来女生的哭泣 是刚才那个女生 轻轻地抽气声在车厢里回荡 季星忽然就没了泪意 往那头看一眼 那女生正不停拿手背抹着鼻涕眼泪 到站了 季星走过去 递给他一张纸巾 谢谢 他乌夜 季星摇摇头 下了车 出了地铁站 寒冬的冷风直涌 他裹紧大衣 冻得瑟瑟缩缩 巷子里没有行人 冷风卷着几片枯叶和塑料袋 从他脚边扫过 他随步跑进小区 小道旁枯木成牌 花坛里一片萧锁 一排排单元楼门口的感应灯 随着他的脚步声一个接一个音声而亮 照着他细细长长的影子缩小又拉长 半路手机响 是妈妈的电话 真是不合时宜 他烦心地接起 星啊 还没回家了 回了 他心情不好 实在不想讲话 怎么听见风声 在外头 爸爸插了句话 小区里 今天加班了 嗯 他闷哼一声 妈妈有所察觉 心情不好呀 他顿时就不高兴地就揪了眉毛 以不耐烦 没有 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跟妈妈讲讲 说了没有 他烦躁地抠头发 积压一路的怨气快要忍不住 那头还在轻哄 星啊 要是有什么不高兴就跟妈妈说说 是不是和同事 你能不能不要再问了 寄星陡然尖锐道 工作的事问什么呀 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乱说行不行 妈妈念如 就是问一下 有什么可问的 你知道什么呀 就问来问去的 每次打电话都问 每次都问 烦不烦呢 他一通怒火 那头顿了一顿 又好脾气哄到 好好好 不问了不问了 你别不高兴啊 你早点上楼休息 对了 吃晚饭了吧 吃了 喂好好好 那先挂了呀 电话挂断 寄星看着安静下去的手机 喘着气 前一秒还恼火 可下一秒想着另一端的爸妈 瞬间又内疚又心疼 他用力抓一把额头 觉得自己真是个混蛋 在外头受了气就往父母身上撒 打开微信准备给妈妈发一条语音 却看见白天流的几条信息 星啊 下班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呀 他看到过 但忙忘了 强忍着鼻酸打字道 对不起 妈妈打字慢 过了一会儿回复 没事 你累了 早点休息 微笑 晚安 他眼睛煞时就湿了 吸了好几口冷空气 才把那份辛酸压抑下去 他低着头 继续在冷风中前行 走进自家单元楼 靴子沉沉地踏在楼梯台阶上 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缓慢 感应灯一层层亮起 他家在顶层六楼 要不是房租便宜些 他也不会选那么高 每天累死累活地回家 还得爬一道天梯 顶层感应灯亮 一道人影出现 邵逸晨插着都站在他家门口 看着他 灯光洒在他长长的睫毛上 落进他眼底 星星一样闪闪发亮 季星惊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没说话 只是微笑 朝他伸出双手 他几步跑上楼梯 一下子扑进他怀里 抱住他还带着寒冷冬夜气息的身体 鼻音嗡嗡道 我以为你明天才来找我 邵逸晨吻了下他的头发 说 想早点儿见到你 他扑在他怀中 眼睫一下子就湿透了 今天还是完美的 真的 作者有话要说 本文前便比较慢热 细碎 生活化 前边这些东西不写 后边出现的内容便不会合情合理 这篇文是我尝试的又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是在一座城之前就想写来着 但一直觉得难以把握 所以过了一年才写 现在也在探索和摸索中 写的过程中也不断在提醒自己 沉住气 不要着急 慢慢来 哈哈哈哈 你们也不要着急 后边男女主的对手戏会有的 亲亲会有的 摸摸会有的 糖会有的 肉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看我认真的小眼神 哦 对手戏会有的